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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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得酥脆塔皮出爐 空氣中瞬間弥漫奶油香 一顆塔皮從零到有 需要花費四天 擠進內餡 鋪上滿滿水果 各式獨特口味成店內招牌 你好 我是香港人 做流沙也是另外一個 就是從小去吃點心 吃流沙包 對 這個流沙的話 其實我們也花了一段時間 才把那個比例 或是做到我們喜歡的 要的那個味道 跟那個質感這樣 到底香港口音 被稱為 餐飲界新興的靈民間 旗下有三間餐廳 手工塔墊是最新作品 除了有生意頭腦 更靠著美味 成為米其林常勝君 減少受訪的它 讓我們得以踏進廚房 一窺它獲獎的秘辛 煎到金黃色 就是帶一點點醬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吃出來會更香 把煎過的不理由麵包 配上 Ricotta cheese 還有台灣本土無花果 層次口感 是招牌前菜 來自加拿大的頂級鴨乾 先煎到焦黃 再來包進港式餛飩皮 放上油封鴨腿 下鍋水煮 這個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我們製作的一個麻將 因為其實這個鴨乾餃子的話 那個靈感就是像我們的涼麵 老饕最愛的鴨乾餃 以台式涼麵為發想 不只是覺感十足 增添口感層次 仔細瞧 每個員工手臂上 都有一把尺 這尺就是維持餐廳 高品質的關鍵 包完海苔飯的話是六公分 包完之後 對 因為我們飯的話是五公分 海苔是六公分 尺寸大小要一致 料理的配方更精準到用秤的 不只是料理尺寸蜘蛛比較 就連店內的擺設 也是高水準的整齊 椅子到桌面這邊的距離 大概是三十三公分 塊架到水背這邊的距離 大概是十二公分的距離 這都是已經算過了 所有店內餐具的擺設 都需要用尺精準量過 每家餐廳的餐桌布置 要做到不只整齊 而是精準 其實我覺得做餐飲業 其實最難就是那個抑制性 今天你煎這個魚 你可能煮這個魚 你煮得很好 但是不代表明天 你也煮得好 所以明天你要放 一樣百分之百的心情 一樣百分之百的焦點下去 你可以才可以有 可能有一樣的結果出來 用秤子去秤 就是一口 就是可能十公克的飯 然後還有海膽 林明健對細節的要求 從內場廚師到外場人員 都可窺見他對細節的堅持 而當年選擇進廚房 可經過一番曲折 因為你沒有 我沒有經驗嘛 對 對啊 那時候是每一家餐廳 去敲門說 你要不要請小弟這樣子 沒有廚藝基礎的林明健 原先是在台灣念書 但念不到一年 他就決定聽從心理聲音 放下學業 邁向廚師之路 因為那時候感覺 戲唱好像比較帥 有一個神秘感吧 對 因為我爸爸是做 比如說做中餐 做餐廳的 爸爸就是廚師 家人一開始並不太支持 因為有太多外人 難以理解的苦 甚至當年當小弟時 同事還私下打賭 認為他肯定撐不過三個月 我們家二十五樓嘛 對 所以你要下去那個 我們有一個廚房那邊 是領貨 推貨上來 以後同一時間你有吃飯 所以你能不能吃飯 就看你這個本事 最討厭是什麼 可能你今天覺得 我有個十五分鐘 我可以可能稍微輕鬆一點 但是到那邊等那個電梯 等了五分鐘 很好的一個鍛鍊 你那個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在香港待了四年之後 他選擇挑戰自己 在香港的一個店 在上海要開餐廳 所以就去了上海 想要挑戰自治 因為其實我在上海的時候 其實我拿的薪水 比香港還要低 有一個機會去出去 對 去看世界 這個看似吃虧的機會 卻反倒奠定他的廚師之路 第一個里程碑 將星三分之一 卻創下四個月 就升上行政主廚的紀錄 整個上海的話 比如說像這種的高級的 西餐廳或法國料理 其實沒有華人 沒有華人做行政主廚 對 對 到時候我跟他們分享說 其實你不要看清你們自己 機會永遠是留給你 準備最好的人們 在上海奠定基礎之後 因緣際會來到台灣 用一年一定的速度 打造餐飲事業 從新鎮到烹飪長廚 親力親為 旗下餐廳更連續三年 奪下米其林一心 本來其實一個夢 我們在亞洲的話 在香港 你根本不會想說 你有一天會拿到這個東西 或是跟那個東西那麼借金 其實滿夢幻的 有了米其林認證 餐廳間間是排隊名店 但林明健絲毫不因此自滿 貫徹紀律達到一致性 是他從一而終的堅持 米智都是那麼堅持的 這個雪都夠 同一件事情 可以講那麼多次這樣子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的工作 如果我看到沒有達標 或是沒有做對的話 你還是要去輸入 正因為從小弟做起 林明健把每天 當成進廚房的第一天 將反復的事做到完美 靠著專注細節 一步步成就他的夢想 餐飲地圖